既然學校已經有申請這個Google代管 那我們在延期資料裡面有沒有一個 我有放耶 因為現在蠻多學校有採用 尤其國中小 國中小 那最近我上禮拜去草成商工 他們也是最近改採用這一個 這樣至少學校的網管人員會比較省事一點 不然信箱有問題 都是他的錯 他無法專心上課 好 OK 那我們來看 你進到這裡來 那麼這裡面包括這幾個 這幾個事實上不只 包括那個相簿還有其他的功能都一樣 您如果登錄了之後呢 您可以看到這裡 他會告訴你無限空間 無限儲存空間 那我給各位老師稍微看一下 您在這邊有沒有 像我這邊 一般來講我們在這個使用量的部分 如果您是用一般的Gmail信箱 他會告訴你剩多少 現在這個是以用多少而已對不對 他沒有告訴你剩多少 因為你真的沒有剩多少 好 你看我這設定這邊 好 這裡有個詳細資料 我不會告訴你 我不會告訴你 那單一檔案的話呢 單一個檔案 上限是5TB 不過想老師應該不會幹這種事情吧 光看一個檔案5TB 你要看到什麼時候 對不對 光下載就要下載很久了 那所以 還OK 那麼 如果說你有一些像 比如說班級的一些相簿啊 不要客氣 Google相簿也很好用 他會幫你做故事 老師知道嗎 有的知道有的不知道 你們相簿現在還要整理哦 開玩笑嗎 人家相簿現在要整理的 他影片都幫你剪輯好 故事也幫你做好了 你頂多要修改一下而已 真的真的 這個不是我今天要講的內容 所以我就提過一下 有興趣老師在上網去找一找就好了 不要再說 啊我的LINE給你哦 唉唷 這樣太難了 好 OK 這樣有沒有看到了 有的對不對 所以這個部分呢 給大家參考一下 真的不要客氣 不要客氣 有這種天上掉下來的遺物 還是用一下 老師就比較方便 事實上我現在有一些教材 就會相當放在上面 好放在上面的話 那我要分享就比較方便 像這個 這段影片應該差不多轉好了 還沒轉好 如果有轉好的話 比如說像我草索商工的這個有轉好的 你點開的時候呢 你這裏只有共享的資訊有沒有 這裏都沒有 你要找哪裏 按這裏 彈出視窗 如果老師 你是影片或者是音樂檔案都一樣哦 點開 好 雖然看起來一樣 但是在這裏不一樣 有沒有卡入項目 好 這樣子 那麼 這個就是我們一般的 就是 你可以把這個內容拿起來 放在哪裡 包括 不管是學校現在的那個 數位學平台 或者在這邊 你看這裡有沒有這個東西 這個 我們講的那個invent code就是這個 你把它貼上去 有的就進來了 這樣了解 但是有一個前提啦 就是怎麼樣 這個影片必須要像這樣已經 預覽完了 就是它已經幫你產生可以看的 好 如果像我們剛剛那個還沒轉換完成的 那這個地方你就進不來 就會進不來 所以包括NP3也好 或者是這種影片 真的很快 很方便 好 這樣 老師這個部分應該就沒有太大問題了吧 對不對 真的 有空試看看 好不好